美国五角大楼官员称中国仍是头号对手 扬言要专心对付中国 民进党当局借机炒作 图谋炮制所谓东亚极安机制 拉外部势力介入台海 究竟谁才是美国最大的敌人 台独斜扬自重能得逞吗 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 美官员鼓吹中国是头号敌人 蔡英文趁机声势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 我是李红 据媒体报道 近日由美国五角大楼官员发表言论 将中国视为美国的头号对手 称美国应继续专心对付中国 同时蔡英文当局也在炒作两岸局势紧张 并提出了新的应对策略 美国高官炒作中国威胁的目的是什么 而民进党当局又在趁机做哪些小动作 就这样一些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 台北 台北大学的教授郑又平先生 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李红好 郑教授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注意到美国五角大楼的一位官员 把中国列为了头号敌人 接下来通过短片做一下了解 据美国媒体报道 一名五角大楼高层官员近日声称 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中国 中国依然是今后唯一能系统性挑战美国的国家 拜登政府正在所谓欧洲生死时刻 与继续锁定中国为头号对手之间寻求平衡 美国国家利益期刊网站发表评论文章认为 美国的头号竞争对手不是俄罗斯 也不是中国 而是他自己 美国近年来关于大国竞争的辩论 掩盖了正在演变的国际事务真实情况 美国也没有机会克服长期以来 寻找战略对手的政策惯性 台湾问题作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抓手 也被更频繁利用 然而有多名美专家学者表示 在台湾问题上如果采取战略清晰 将以爆中美两国冲突 无论是刚才短片当中 我们看到的这位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 把中国列为了主要的对付目标 还是美国的媒体 把中国列为了高于俄罗斯的头号敌人 我们都可以看出 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是国际关系当中的重中之重 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 美国五角大楼这位官员 把中国列为主要对付目标 而媒体又加以解读 把中国列为了头号敌人 这样的态度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有一名五角大厦的高官指出 虽然美国会根据欧洲相关国家的需要 做出回应 但是目前主要目标 还是放在对付中国大陆 美国最近在亚太的军事行动投入 比在东欧要高 这就与近期国际的紧张局势明显的呈现了背离 可见拜登的真正目标不在于乌克兰 而是在于印太区域 在今年的二月 拜登政府呢 发布了第一份以白宫名义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的报告 体现出拜登政府在全面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这个背景之下 要紧抓印太地区主导权的意图 这一份印太战略报告 他预告了中美关系未来的走向 拜登政府将会把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提高到 攸关地区跟国际秩序形态的这个层次 美国呢再次再次的确认了中国是头号的战略竞争对手 相比于2019年美国国防部所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 这一份印太战略所涉及的范围更广 美国把包括军事外交经济科技环境意识形态等等领域呢 一体化的威慑视为应对中国威胁的基石 这显示出来美国对中国威胁认识的一个升级 当然这也表明了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全方位综合国力的竞争对手 但是美国要单独应对中国的这个胜算可能不太大 因此呢拜登政府的印太战略 他的推进也相当程度的需要依赖其他的盟友 然而这种围堵策略要能够成功的话 盟友圈必须要有一致的利益 而现实却远非如此 因为美国不会重返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也不会对贸易伙伴削减关税 更不会提供其他传统的市场开放的工具 换言之在经济上美国不会向盟友让利 那么既然缺乏贸易的糖果 吸引力当然不足了 同时拜登政府的可用资源很有限 美国的国际战线太过宽广 远远超出他的资源承受力 事实上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的 就是要中断或者延迟中国发展的势头 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对中国做出的判断 是中国是一个具备相当实力的对手 比如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中国的军事实力 中国的经济实力等等 那么美国是不是经过全面评估之后 才把中国列为了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 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 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发布了一份评估2021年 美国所面临威胁的这样的一份报告 在这份报告当中就已经把中国列为了 头号竞争对手 那么现在美国的国防部 美国的军方又开始炒作 所谓的中国威胁 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甚至是炒作的更加过分 从此前把中俄并列作为 美国的优先应对的对象 作为美国的重要的竞争对手 到现在美国似乎要把中国 单独作为美国要应对的唯一的对象 要把中俄之间在美国应对的目标当中 应该进行一些排序 要把中国更明确地排在前面 我觉得背后首先反映出的是 美国在若干领域 他认为中国的发展 不仅仅有当前的态 同样有未来发展的势 比如说涉及到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刚才您也提到 美国近些年 其实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是颇为忌惮的 而且是总是在一种 戴着有色眼镜的 这样的观察的目光当中 对中国挑三拣四 但是好像鸡蛋也挑不出什么骨头 近些年我们会看到 美国针对中国的高科技领域的发展 应该说也是非常关注 是打引号的关注 是一种过度的关注 甚至是要在高科技领域 来对中国进行脱钩 进行一种小院高墙的设计 我们会看到美国的一些反应 有的时候是匪夷所思的 比如说涉及到中国的 这种航空抗天的能力 美国一再希望把中国的相关的能力 贴上军事化的一个标签 那么在中国的空间站 比如说在货运飞船操作成功之后 美国国内居然出现了一种 类似于好莱坞大片式的一种描述 说中国的空间站会用机械臂 去抓美国的卫星 抓美国的飞船等等 这样的一种说法 其实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同样也是一种非常恶毒的解读 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声音 似乎在美国国内还是很有市场 另外我们会看到在经济领域 很明确的是美国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 确实是势不可挡 但美国更加关注到的是 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 在经贸合作领域的不断的合作 其实现在美国动辄打着 所谓的战略的大旗 包括我们非常熟知的 所谓的印太战略 但是在这些战略当中 恰恰非常缺失的是经济领域 当地区国家希望美国 在经济方面更多投入的时候 美国没有办法投入 但会看到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 这种合作开展的如火如荼 这个时候如何来弥补自己的短板 并不是美国设定的一个重要的目标 而是如何来打压 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常合作 以这种威胁为旗号来进行干扰 就成为了美国认为 是可以更多的来进行这种操作 就像您刚才分析的这样 美国接下来会在很多方面 对中国进行遏制 那么中国软实力的发展 也是美国想要遏制的一个方面 比如说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区域影响力 以及中国的区域伙伴关系 这些都是美国想要遏制的一个方面 那么中国在这方面的成长和发展 为美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担忧和恐惧感 为什么美国方面也要在这一上下手 东盟在2020年的上半年 就成为了中国大陆最主要的贸易伙伴 而中国同时也成为 东盟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领导者 两方之间维持着连贯 而且密集的高阶层双边交流 在教育方面 双方共有约20多万名的留学生 而中国也是东盟国家观光业的最大客源国 在2021年 中国跟东盟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 面对这些发展 美国不只是担忧 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日益扩张 他更是担心中国夺去了这一个区域的市场空间 但事实上美国对待东盟国家经常是忽冷忽热 有需要的时候就来拉拢关系 其他的时候不闻不问 所以为了要能够跟中国抗衡 美国正在努力的挑动越南菲律宾 马来西亚印尼跟中国在南海的岛礁领土主权 海洋管辖权的主张 还有油气渔业这一些经济利益的分歧 但是实际上美国低估了中国跟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的基础 他夸大了南海争端在地区国家之间关系的这种重要性 美国并没有充分的意识到 东盟各国对于大国权力竞争的厌恶 以及可能引发冲突的强烈担忧 因此基于理性综合利益的计算来做出来决策的东盟国家 当然不会轻易的牺牲跟中国经贸合作的巨大利益 那么在政治跟外交上 你要他们选边站是非常困难的 此外近年来 中国对于非洲基础建设的这个投资呢 也推动了当地的互联互通跟城市化的进程 非洲国家在中国构建了双循环新发展的这个格局当中 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如今的中国 无论是在协助发展中国家 贫穷国家增强他们的自主发展能力 或者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 全方位形成发挥了国际的塑造力 这个都体现出来了大国应该有的姿态 而这些曾经都是由美国主导的 我们看到也有评论认为说 美国的敌人其实不是中国 而是他自己 正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正视自己 没有办法突破自己 所以才会想去打击敌人 那么如果说他想打击敌人的话 把中国视为头号对手 接下来他的对华政策 他的对台政策 都会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针对性 近一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 好像在出现一些变化 因为乌克兰危机的发生 对于美国来说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已经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俄罗斯 现在美国国内不断强调的是 中国仍然是美国的头号威胁 美国仍然要关注所谓的印太地区 仍然要极力地推展印太战略 这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大的背景和方向 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的是 当前对于拜登政府来说 乌克兰危机并没有直接提升 拜登本人的支持率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 国内政治因素的影响之下 在国内围绕着危机 以及美国政府政策 是否得当等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些胶着的辩论的情况之下 那么对于拜登政府产生的影响 他会寻找其他的方面 来所谓的证明自己 那么对华政策将成为 美国发力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这是相对危险 而且是存在巨大隐患的一个因素 那同时我们会看到的是 在乌克兰危机之下 那么现在对于美国来说 在美国国内出现的 另外的一种所谓的自豪感 认为美国会借助这样的一种危机 来尽可能地拉拢盟友 让盟友看到美国的重要性 那么在下一阶段 美国对华政策 包括美国对台政策 在调整的过程当中 好像可以对中国形成更大的合围 那么涉及到美台之间的关系 美国认为台湾当局 会更紧地依附于美国 会更多地向美国来地处橄榄枝 甚至是投名状 所以基于所有的因素考虑 美国对华政策当中 一方面所谓有求于中国 而另外一方面 遏制中国是不会停止的 包括现在在乌克兰危机的 这样的一种情境之下 美国很可能采取 更多的长臂管辖的方式 来对中国从经济上来进行打压 以所谓的中俄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借口 来这个设置中美之间 未来经贸发展的前景 来制造更多的障碍 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了 很多的动向 包括现在拜登在进行 欧洲之行的过程当中 在谈到中国的时候 有巨大的这种恶意 有借这个危机进一步 来对中国进行打压的 这样一种相关的 这种政策的信息的释放 这也是我们看得很清楚的一点 那另外涉及到对台政策上 其实对台政策从目前来看 仍然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一部分 仍然没有脱离 美国对华政策的轨道 但是现在在危机的情势之下 在美国的这种 交易感上升的情况之下 在美国要在印太地区 搅起更大的风浪的 这种需求之下 恐怕美国政府 在打台湾牌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 恶意的动向 美国会认为 在切香肠的时候 可以切得更狠一点 或者是说走得更远一点 比如说近一时期 我们看到美国国内 在设台的一些 这种负面的动向上 在美国国会 仍然在推波助澜 甚至在美国国内的 立法的进程当中 涉及到了所谓 未来美国政府将不资助 那些真正标明 中国版图的地图 这样的一些 非常恶意的信息 那这些信息 从表面上来看 美国认为 没有触及一个中国的政策 但是从实际上来看 这确实是 切香肠的一种方式 造成的长远的影响 与此同时 我们注意到台湾方面 也在配合美国 炒作来自大陆的 无力威胁 接下来通过短片 做一下具体的了解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湾安全部门 向立法机构专案 报告资料曝光 内容炒作 大陆在周边海域的威胁 并称 东亚地区尚无集体安全机制 无法共同快速协调 应对台海危机 评论认为 该报告目的是 希望加强于美国 日本等国家的军事合作 主动寻求外部势力 在民进党出场会上 台湾安全部门 相关负责人也建议 台湾应该强化 高科技不对称战力 和后备战力 如果大陆攻台 则拖入持久战 以待外部力量支援 评论认为 岛内台独政党 借着中美对抗之际 不断渲染战争威胁 主动挑唆和寻求 外部势力介入 是唯恐台海不乱 我们看到除了炒作 来自大陆的威胁之外 台湾方面甚至还提出了 新的应对台海局势的 机制和方案 比如说东亚集体安全机制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提议 他们想应对什么 台湾的安全部门 日前提出了一份报告研判 说美国因应中国大陆的崛起 开始强化与日 澳 韩等盟邦 共同互卫东亚的安全 并且促使英 德 法 加拿大 印度等国呢 共同维护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 也提升了与东南亚各国的 海事安全合作 来应对中国大陆的扩张压力 那么面对美中地缘政治的竞争 除了美国企图要积极展现 维护东亚及台海的和平决心 日本内部呢 也逐步形成了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这样子的氛围跟认知 并且呢 日本有规划在石原岛 宇纳国岛成立导弹 跟电子战的部队 形成一个完整的导链防卫体系 来积极提升对中国大陆的 褐阻能力 不过 日本并不乐见台海爆发战争 那么此外呢 安全部门还判断 东亚国家对于疫情后的 经济复苏需求很高 他们很重视 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对于美中两强战略竞争 倾向于采取避险策略来应对 那么这就使得台湾周边的 地缘政治态势变得越来越复杂 所以在这种局面之下呢 台湾当局的安全部门 还居然可以一厢情愿的判断 俄乌战事会使得国际社会 更警觉到俄中两大国的 这个军事威胁 并且使各国呢 加强关注东亚区域的和平稳定 而东亚地区至今又没有 集体安全的机制 无法共同的快速协调应对 未来可能出现的台海危机 所以按照台湾安全部门的逻辑 此刻台湾可能有机可乘 希望可以拉拢美国日本 让台湾加入一个 东亚的集体安全的机制 借以抗衡中国大陆 这种逻辑真是吃人说梦 匪夷所思啊 美国根本不敢走向战略清晰 而且美军的实力正在逐渐的下降 美军的实力相较于解放军的实力呢 现在双方已经是快速的接近 而解放军的战力则是迅速的上升 让一向避免介入台海冲突的美国呢 更坚定了他们战略模糊的这个决定 民进党看到了 虽然他们期待以美谋独 可是现在显然他没有办法依靠美国出兵协防台湾 那么台湾当局是不是只好转而指望 日本能不能成为台湾在东亚的靠山 日本跟台湾之间最大的障碍就是没有正式的官方关系 也没有协防条约 何来正式的军事合作 那么日本根本没有协防台湾的义务 所以呢 要认清日本在安全领域上 确保台湾安全能力是有限的 台湾人就不应该对日本的防卫台湾 有过度浪漫的期待 可见这一次台湾安全部门所提出的 东亚集体安全机制的建议 只是吃人说梦罢了 据说美国呢 接下来还要跟菲律宾举行近3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那么如果说台湾当局既想抱美国大腿 又想依靠日本的话 在这样的一个军事活动当中 他想抓住什么样的机会 首先呢 我觉得台湾在观察日美之间的关系 其实近期我们会看到 日美之间的关系确实在不断的走近 不管是在涉及到针对俄罗斯的立场上 现在呢 岸田政府改变了此前 日本在外交政策当中 似乎呢 对于美俄之间的关系 还是在进行小心翼翼处理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传统 现在呢 已经完全站在了美国的一方 对俄罗斯不断的进行打压 跟进美国的制裁的措施 那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的是 日本作为美国地区战略的重要的依存 也就是我们此前谈过的 美国一直把日本作为自己战略的北矛 来进行利用 现在呢 日本这个矛要发挥所谓更大的作用 不管是涉及到美国的远征基地计划 那远征基地舰要部署在日本 对日本来说 在军事上不仅仅是所谓的耀武扬威 更多的是希望发挥 当这个地区出现冲突 一些不测吃剑的时候 似乎这个所谓的基地舰 就能够发挥指挥的作用 使美国的战争指挥机构能够前移 这是日美之间在进行合作的 一个重要的动向 也就是说美国的地区盟友 在试图跟随美国步伐 在体现自己的重要性的时候 与美方之间在这种战略合作方面 在进一步的加深合作 这是台湾当局正在观察的一个动向 那涉及到现在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关系 近期我们注意到双方之间的在进行 大规模的演习的这种设计 其实美菲之间的演习是有这种例行性 有年度性的 但是似乎每一年演习的规模 一些细节都是格外的受到关注 那现在是格外的受到台湾当局的关注 对于财英文当局来说 好像今年的演习规模大了一些 就意味着美国要加强对菲律宾的投入 菲律宾会变成美国在南海问题上 来进一步的搅动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或者是棋子 那么美国对于南海的这种投入 美国对于印太的投入 美菲之间关系的加强 包括今年菲律宾大选 可能带来菲律宾政策的一些变化 那都是台当局高度关注的 他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自己也应该抓住一些因素 来展现自己的重要性 体现台湾也可以在东海 南海等一系列的问题上 成为为美国服务的一个重要的对象 希望美国重视台湾发挥的 所谓的非常独特的 甚至是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当台当局关注美国与地区盟友的 一系列的动向的时候 也希望把自己打造成利器 希望自己加入到相关的进程当中 而不仅仅是像此前我们观察到的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 更多的是以价值观 意识形态为旗号 来对台湾进行利用打台湾牌 现在台湾真正希望自身 能够融入美国在印太地区的 军事和战略的设计当中 那么我们反观党内的社会 他们对于战争 对于接下来会不会打仗 他的表现是非常消极 而且非常抵制的 那么党内社会跟民进党当局的态度 完全是背道而驰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 所以说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要一再地在武力上 在军事上向外界展现出他的强势 台湾民意基金会 在3月22日发布了一个民调 相信美国会协防台湾的台湾人 从半年前的六成五骤降到三成四 降幅高达三成 而相信日本会协防台湾的 居然比相信美军的还要多8.6% 台湾的防务部门对于募兵制的态度 原本是很坚持的 但是面对恢复征兵 或者是一期延长的民意波动 也只能调整说辞 改口说需要一年的评估 这考量的当然就是 2022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民进党怎么不敢在选前去定案呢 为的就是选票 民进党当局过去一直奉行 以美抗中以美谋独的策略 他企图倚仗美国来撑腰 一再地去破坏两岸关系 绿营现在可好 他必须要不断地扯谎 来洗脑民进党的支持者 美国并没有说不支持台独 也没有提一个中国的政策 还用美国必会保护台湾 这样子的虚妄言辞 来愚弄台湾民众 继续把票投给民进党 然而在台湾内部的网路上的网友 可是看得清楚明白 有些人就说 台湾如果遭遇攻击 美国真会帮忙吗 最重要的是 你领导人别把人民带入险境 你民进党亲美的结果 就是这个样子嘛 行行吧 美国的两大党 或许都支持深化美台的关系 但是他们也都不愿意 跟中国大陆撕破脸 蔡英文当局 除了强化台美关系之外 他更应该要主动改善两岸关系 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 在台海去避险降温 而不应该去炒作对立的敌意 来拉抬自身的选情 所以说进来的台海局势 还是会非常紧张的 无论是美国公开叫嚣的 把中国列为了头号敌人 还是台湾当局对外宣称的 要打造一个所谓的东亚集体安全机制 配合美国来打造武力包围圈 我们都可以看出台湾当局和美国 想要进一步遏制大陆的野心 所以说下一步的台海局势 还是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的 好 感谢二位嘉宾 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 谢谢 谢谢 大家再见 谢谢李红 谢谢郑教授 观众朋友们 大家再见 好 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 好